同学们大家好 本节课我们来学习比特币及区块链的常见问题 我是主讲老师斯蒂文老师 本节课呢我们将分为三个方面来进行讲解 首先我们先来讲比特币挖矿相关的一些问题 接着讲比特币交易相关的一些问题 第三呢我们讲解除了挖矿和交易 其他的一些区块链相关的一些问题 好首先呢我们就来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挖矿相关的一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比特币节点 其实呢比特币节点我们在上节课已经给大家介绍到了 那么比特币节点就是运行区块链软件中的计算机呢就是一个节点 而每个比特币钱包呢都是一个节点 那么它又分为全节点清节点挖矿节点 那么全节点呢就是拥有完整区块链账本的节点呢叫做全节点 他们负责比特币转账交易的广播和验证 清节点呢就是不进行挖矿不进行记账 只进行比特币交易的一些简单的普通的节点 那么挖矿节点呢就是带有挖矿功能的全节点 他们不仅要既有挖矿的功能 而且还会将转账交易发生之后的所有的交易广播进行验证 并且发送到全网 那么挖矿节点呢一般就是记账节点 因为不需要安装全节点呢也可以进行比特币的转账 所以呢比特币全节点呢实际上它的整个的占比 实际上只占了一小部分 目前的比特币网络中呢大约有500多万个节点 其中呢全节点只占到了1万多个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来研究一下 什么是挖矿矿工矿机矿场矿池这些概念 挖矿呢实际上就是在争取记账权 它将一段时间之内呢比特币系统中发生的交易呢 进行确认并且记录在区块链上这么一个过程 挖矿实际上呢就是矿工之间呢在比拼算力 拥有较大算力的矿工呢则挖到比特币的概率也就更大 那么挖矿呢需要有矿机挖矿软件 还需要有一些比特币的地址 比特币挖矿的软件呢只需要分配好每台矿机 它的任务就可以挖矿了 而每种代币因为它的算法不同 所以呢每种矿机也都是不太相同的 那么矿工呢就是从事虚拟货币挖掘的人呢 就是比特币矿工 矿工它的主要工作呢就是对交易进行确认 并且对于数据进行打包 那么在实际中呢挖矿不需要矿工实际动手 而是全部由电脑来执行特定的一个运算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保证的就是电力供应和网络连接 矿机就是通过大量计算来争夺记账权的一个专业设备 通过争夺记账权获得比特币的奖励 那么矿机呢是由挖矿的芯片 散热片以及风扇所组成的 它只执行单一的一个计算程序 它耗电量很大 那么矿场和矿池是什么 当把矿机集中起来就会形成矿场和矿池 那么矿场呢只附接计算 那么矿池呢就是参与挖矿的人越来越多 全网的算力也在上涨 挖矿的难度持续上涨 那么单个设备或者少量的算力呢 都是很难再挖到比特币了 这个时候呢矿池就诞生了 那么很多矿工集中在一起形成矿场 而矿场分散在全世界各地 那么矿场集中在一起就形成了矿池 那么矿池呢它突破了地理位置的限制 它将分散在全球的矿工以及矿场的算力 连接到了一起来进行挖矿 而矿池呢负责信息的打包 接入到这个矿池的矿场负责运算 竞争记账权 当挖到比特币之后呢 矿池根据矿场的算力占比来分配收益 以此来保证更稳定的投入产书 矿池散率越大 挖到比特币概率也就越高 那么目前全球算力较大的矿池有 鱼池 乙池 国池 币网 以及bit theory 也就是疯狂比特 那么其中前四名呢全都在中国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截图 这个截图呢就是矿场的一个情景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挖矿设备它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那么最早呢挖矿设备我们通过CPU就可以挖矿 那么创始块实际上就是中本聪 是在一个普通的PC机上通过CPU就挖矿挖到的 那么后来呢就使用GPU来挖矿 而2010年的9月18日呢 第一个显卡挖矿的软件也就发布了 而GPU也就是显卡 它实际上它的挖矿的能力呢等于几十张CPU 那么随着慢慢挖矿的难度增加呢就出现了专业的矿机来进行挖矿 其中呢比较有名的就是蚂蚁矿机 那么蚂蚁矿机呢一个矿机它可以等同于三万张的GPU的算力 那么慢慢的又转换成了矿场来进行挖矿 而矿场挖矿随着难度增加呢又变成了矿池挖矿 那么以下这个图呢就是GPU挖矿的时候这个情景 那么接下来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矿机 那么接下来呢这就是一个矿场它的一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讲解一下算力 算力呢顾名思义就是计算能力 目前主流的矿机呢都是14T左右的一个计算量级 也就是说一台矿机能够每秒做至少1.4乘10的13次方的哈锡碰撞 也就是哈锡运算 那么一台14T的矿机呢也就是拥有了14T的算力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哈锡碰撞 那么什么是哈锡呢哈锡算法 那么哈锡算法呢是现代密码体系中的 密码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的部分 它主要用于信息安全领域中的加密算法 哈锡算法是一种只能加密不能解密的一种算法 它可以将任意长度的信息转成杂乱的 具有固定长度的一个字符串 那么转换成的这个字符串呢叫做哈锡值 也经常叫做数字摘要或者叫做消息摘要 或者叫做MD或者叫做杂凑字符串 也可以说哈锡就是找到一个数据内容 和数据存放地址之间的一个映射关系 这是它的本质 那么由于非对称算法的运算速度较慢 所以呢在数字签名协议中呢 哈锡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而被用于了数字签名 那么著名的哈锡算法呢 实际上我们不应该陌生 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MD5消息摘要 以及SHA-1这个安全哈锡算法 那么它分别是SQL hash algorithm 这三个字母的手字母的缩写 它是应用最广泛的哈锡算法 而这三个这两个算法呢 实际上都是在MD4的基础上设计出来的 但是目前呢由于MD5以及SHA-1 它的安全性受到了一些质疑 所以呢比特币系统中呢 使用的是SHA-256 而SHA-56 以及SHA-512等等 这些呢都统称为SHA-2 也就是SHA-2 这么一个加密算法 哈锡算法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呢就是输入值只要稍微改变一点 哪怕增加了一个空格或者一个小数点 输出的哈锡值呢也都会天差地别 因此只有完全一模一样的输入值 才能够达到完全一样的输出值 第二呢就是输入值和输出值之间呢 没有一个规律 所以不要奢望我们通过输出值 可以反推出输入值 接下来来讲解一下 挖矿的难度 难度目标 以及难度重定 难度呢是difficulty 那么整个网络会通过调整难度 这个变量来控制 生成工作量证明所需要的一个计算力 那么随着难度的增加呢 矿工通常在循环变力4一次之后呢 就会 如果仍未找到区块呢 则会启动超额的随机数 那么目标 难度目标也就是bits 也就是使整个网络的计算力 大致能够实现 每10分钟产生一个区块 所需要的一个难度数值 也就是难度目标 那么随时呢会对这个难度值进行一个调整 那么全网中 每新增2016个区块呢 全网的难度呢将重新计算一次 那么将以新的难度值呢 是依据前面 2016个区块的这个哈希算力而定的 那么根据我们说 每10分钟大约产生一个区块的速度化 那么每产生2016个区块 大约就是14天 也就是两周 所以说呢 也就是每两周的时间呢 会根据当前产生的这个区块的一个速度 来重新对难度进行一个重新的恒定 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截图 这个截图呢 是我们随机截了高度为51632这么一个区块 它的一些信息 那么在这里头呢 我们能够看到它的difficulty 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对于创始区块 也就是中本聪去挖的第一个这个区块呢 它的这个难度呢 实际上只有1 那么这个难度呢 实际上是由这个beats来决定的 这个beats呢 现在呢 它是一个16进制的一个数值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beats beats呢 是用来存储难度目标的一个16进制的一个数值 比如说 我们现在是516532这么一个区块 516532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能够看到它的这个beats呢 是等于17502AB7 好 大家来看 在这块显示着呢 实际上这一个16进制的这么一个数值 那么16进制数值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呢 都是在前面加上0x 那么它就会在gs中就可以直接进行运算 那么我们拿到这个beats了以后呢 实际上这个16进制里头 它包含了两个数值 其中包含了系数值 以及指数值 那么这个系数值实际上就是由这个16进制的后6位来决定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16进制呢 它一共是8位16进制数字 那么后6位呢 就是502AB7 那么这个呢 就是将来我们这个难度目标的一个系数值 那么接下来呢 前面这个17 也就是前两位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指数值 它专门有一个公式 就是来计算这个目标的一个哈希值 那么目标的哈希值 它的这个计算呢 是等于 系数乘以2的这么一个指数次 那么这个2的这个指数呢 它实际上就是8乘以刚才我们获取到的这个指数减3 那么通过这个公式 我们可以计算出一个目标哈希值 那么我们拿 高度516532这个区块来说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公式 我们最终把这些参数带进去 我们可以求出来我们目标的哈希值 就是这么一长串的这么一个数字 它一共是有64位这么一个数值 那么实际上我们当前的这个哈希值 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个516532 它的哈希值是这么长 那么我们现在来以验证它 看看它是否真的这个哈希值 和我们的目标值对应 实际上呢 比特币系统规定是这样的 那么只要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实际的哈希呢 小于我们的这个目标哈希 那么就可以说你已经挖到这个矿了 那么你就具有这个区块的记账权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实际上它的哈希值呢 前两位是41 前面的都是有足够多的0 那么它的目标哈希值 计算出来的是502 因为这个值小于这个目标哈希 所以呢 我们认为这次的这个挖矿 它是成功了的 那么对于Bits值越小呢 实际上它的难度也就越大 那么也就越难能够挖到矿 所以呢 也就是每经过了2016个这个区块呢 就会重新调整这个Bits值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比特币浏览器 这个区块链浏览器 我们也可以大家希望大家自己去观察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是2000多个区块 他们的这个Bits值都是相同的 但是再经过2000多个 他们的这个Bits值都会发生一定的调整 那么这个就是难度重定 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持续10分钟产生一个区块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这个区块结构 那么区块呢 实际上它包含两部分 区块头和区块体 那么区块体中记载了有交易的详情 交易的技术器 以及区块的大小 那么实际上我们更加关注的是这个区块头 那么区块头呢 是每个区块的前80个字节 那么80个字节转换成二进制呢 也就是640Bits 也就是640W 那么这个区块头中呢 它包含了六部分的信息 第一呢 就是version 也就是版本号 它占四个字节 那么接下来一个呢 就是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 它占了32个字节 第三个呢 就是本区块 你所有交易所计算出来的一个默克尔根 我们在上节课呢 我们有时候也把它翻译成梅克尔根 它占32个字节 第四个呢 就是一个时间戳 它占四个字节 那么 BTP呢 它是一个P2P的网络 它没有一个中心服务器 所以呢 每个节点的时间戳呢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因此呢 比特币系统中有这么一个规定 我们在这里都知道 这个规定也就好了 那么第一呢 这个规定就是 新的区块 它的时间戳 一定要大于前面11个区块 平均计算出来的一个时间戳 第二呢 我们当前所使用的这个时间戳 你不能超过当前网络时间两个小时 也就是说 当前比如说是早晨八点 那么咱们现在因为没有中心的服务器 我保证不了你当前也是八点 那么咱们现在呢 就是不超过当前网络的时间就可以了 那么实际上 我刚才所说的这个八点或者十点 它实际上都是一个 经过本地化之后的一个时间 而时间戳我们不用去担心 因为它都是针对于1970年 1月1日零时零分 所计算出来的一个秒数 所以呢 有这么一种情况 如果后一个区块 它的时间戳呢 反而比前一个区块 它的时间戳反而小 这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是第五个参数 这么第五个值呢 就是难度目标 也就这个B字 它占了四个字节 那么实际上 这个B字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整个的挖矿 完全都取决于这个B字的值 那么接下来呢 最后一个第六个 也就是Nons值 Nons它的中文意思 就是随机数的意思 它占了四个字节 那么Nons呢 也是全网矿工 我们进行挖矿 所具有的一个重要的 一个核心参数 正是因为去修改这个Nons 不断地去获取这个Nons 如果获取到Nons值了以后呢 实际上才能够计算出来 我们当前整个的这个 区块的这个哈希 从而获取到这个挖矿的这个机会 Nons它的取值范围呢 是在0到2的32次方 也就是42亿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 再通过这个表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 Version四个字节 前一个 前一个区块的哈希值呢 是32个字节 那么Maker根或者Maker根呢 32个字节 那么还有就是时间车 四个字节 还有难度目标 是四个字节 以及随机数 是四个字节 字幕志愿者 杨栋 杨栋 B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